一觉醒来 天职霸总是一变身纯情坠续 身负系统的宿主只能被迫开启小辽金模式 花是攻略大佬的每个人格 乃至眼看攻略国伴 海王白月光突然上线 轻易地夺走霸总目光 本以为只要攻略霸总就能轻易阻止反派诞生 可没想到昨晚刚刚使出浑身解数和代佬悠悠盈盈 早上就被系统告知 霸总其实是双重人格 攻略了一个不算 还需攻略另一方 他锤足顿胸 恼怒系统不早说 这时 门外化身乖巧纯情的妇人格 拿着浴巾公公静静地推门而入 小少爷不知霸总还在 不过有了昨晚的经验 他准备先撩了再说 可他的诱惑却被眼前人拿来自嘲 我哪有那个本事让江少爷伺候我 小少爷心说 怎么回事 这是失忆了还是被夺射了 他思绪的瞬间 系统在他耳边告诉他 眼前的是妇人格 而在妇人格的认知中 他是入坠在他家的可怜坠血 而他是嫌偏爱父的坐经老婆 小少爷无语了 只能转变戏路 准备坐天坐地 他叫妇人格给他擦身 妇人格本不敢正眼看他裸露的身体 正想撞开视线 眼睛的余光却发现 小少爷脖子上的青子痕迹 眼神瞬间因一致极 他被绿了 强忍怒气按照小少爷的吩咐 把他抱上沙发 郑玉离开又被叫住 小坐经果然是小坐经 小少爷吩咐他擦完脚再走 而且要擦仔细了 系统不明白 为什么让小少爷攻略妇人格 他反而一直使唤他 小坐经络表示 我就是在攻略妇人格呀 只是攻略方式不一样 系统对于他的骚操作简直浮了 不过自己只能从旁协助 并不能让小少爷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攻略对象有两个人格怎么办 小少爷只能逐个击破 在妇人格面前 他是家是好的坐经女王 硬生生把妇人格欺负的脸红心跳不能自已 在爸总面前 他又化身人气人设 主打一个要想抓住男人的心 首先要抓住男人的胃 这不 爸总正在冥思苦想 昨天自己什么时候上班 并在文件上签字时 小少爷拿着食盒来了 他做了一桌的好菜 让爸总品尝 这一套爸总果然受用 他唇角微扬 好感度立刻加了五个 爸总优雅地加起菜放入口中 哪成想 看起来色香味俱全的菜 竟然难以下咽 小少爷观回察言观色 一见爸总这神色 以为是自己言放多了 立刻咬了口汤 递给爸总 汤刚入口 难言的味道直充天灵盖 加了口菜放入口中 刚嚼了两下 差点跃了 爸总心情颇好地揉了揉他的脑袋 低声道 饭做得不错 下次不要做 小少爷委屈巴巴地看着爸总 脑中却在抱怨系统 都怪他出的馊主意 下了班 为了丰富自己的夜生活 爸总带小少爷来到酒吧 给自己的好友捧场 爸总的好友情侦看到小少爷 脸上露出见兮兮的表情 口中打句道 这就是小嫂子吧 小少爷不喜欢他这种神情看自己 扯了扯爸总的衣服想走 爸总把他扯入怀中 给他介绍对面的好友 说他心直口快人不坏 酒吧里的少爷公主们看到爸总 脸红着给爸总问好 小少爷局促地坐在爸总身边 另外几个男人看到小少爷 口中议论纷纷 无非一些难听的话语 爸总听到他们的议论 眼神阴沉地盯着他们 男人们看到他们被爸总盯上 心里一惊 真怕被他报复 贱民出身的爸总 背地里却是个疯子 之前就因为有人嘲笑爸总乌鸦变凤凰 人就莫名地消失了 在出现的时候人疯了不说 连胳膊都没了 几人文言 再也不负刚才嘲笑的神情 小少爷听到这些话 心想 这么大一尊温神在身边 还是小心伺候为妙 他包了一个蹄子 送到爸总唇边 爸总薄唇清起 微微地咬着蹄肉 嘴唇碰到小少爷的手指那一刻 小少爷立刻将住脸上染上飞红 爸总眉头轻挑 看着小少爷迅速收回的手 轻声道 怎么不继续包了 小少爷这边被聊得脸红心跳 那边一众少爷公主 犹如看着爸总做西字捧心状 小少爷是万万没想到 自己把妇人格聊得不轻 有一天会被主人格报复回来 系统一看小少爷的情形 在他耳边放咕噜 这个爸总段位太高了 我看最后你没拿下他 就被他先攻略了 不过现在主人格的好感度 已经到45了 正说着话 突然响起警报声 原来是白月光出现了 白月光被几个男人围着调戏 爸总突然起身 上前英雄救美 几个男人被爸总的眼神吓退 白月光看着爸总 眼中续上泪花 表演得像是无意间的偶遇 其实小少爷知道 这个白月光暗地里是海王般的存在 爸总在他眼中只是一条鱼 在原剧情中 白月光一直半推半就地吊着爸总 直到遇到真命天子 就把爸总一脚踢开 于是才导致了爸总的黑化 这次会突然出现 应该是看到爸总身边有人 生怕他网中的大鱼跑了 才搞这么一出偶然相遇 小少爷失落地看着两人 越走越远的背影 白月光微侧着脸 余光扫到小少爷失落的表情 扬起一抹讽刺地笑 这是一个油腻胖男人 出现在小少爷身后邪笑着搭讪 小少爷翻了个白眼 老男人并不在意 只是猥琐地凑近他 爸总和白月光走了 他不要你了 你不如从了我 爸总不要的哥哥要 哥哥还能给你加钱 说着他不要脸地把小少爷的手 放在他那发面馒头一样的脸上摩擦 小少爷微微一笑 随后在胖男人的迷失的眼神中 一拳揍得他脸颊肠胀 胖男人怒目而视 口中说出威胁的话语 下一秒 却被小少爷一脚踢在小腹上 胖男人被打得晕头转向 口中却仍然说着狠话 小少爷拍了拍手笑眯眯地道 大叔 你还是先去医院凉快会吧 哪只刚转过头 爸总正在他的身后 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来的 更不知道他看到了多少 总之 自己这金丝却人设是崩了 爸总仿佛没看到他打人的一幕 把他紧紧地搂在怀中安抚 别怕老公给你出气 小少爷受欺负 爸总暴怒护妻 猥琐胖男人不要脸的动手动脚 被小少爷教训后 爸总叫来人 托起胖男人去包厢 准备陪他好好玩玩 不一会儿 包厢里就传来惨叫声和求饶声 门外刚才还爱慕爸总的少爷公主们 吓得瑟瑟发抖脸色十分难看 包厢里的胖男人被打得鼻青脸肿 爸总漫不经心地耍着匕首 假意斥责则道 怎么玩起来没个轻重 把申少爷弄成这样了 我让他们给孙少爷赔礼道歉 那申少爷怎敢让爸总的人赔礼道歉 吓得连连摇头 爸总轻笑道 我家落落年纪轻胆子小 被申少爷这么一下 怕是晚上得做噩梦 公主少爷们听到他这样说 想起刚才小少爷的英勇事迹 不知道爸总对胆小的定义是什么 小少爷被说得脸色发红 胖男人听他这样说 心里更是怕得要命 他一边自己啪啪打脸 一边道歉 是自己狗眼看人低 对不起江少爷 爸总眼神一冷手起刀落 匕首正正扎在地毯上 再有下次 这把刀就不一定瞄得准了 胖男人吓得差点尿了 他下次再也不敢了 回到家冷静下来 爸总也奇怪自己今天怎么了 以往像这种杂碎闹似的 他都懒得理会 但是今天他却非要出头 就在一个小时前 白月光请求和他一起回去 但是爸总一看到白月光 就会想到他的小少爷 他怕他的小少爷一个人在那里被人欺负 所以他拒绝了白月光回到了小少爷身边 然而回来之后就看到自己的人被别的男人挑起 但是自己的小金丝雀 却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 看着对面吃得正香的小少爷 不知为何他心里有些温怒 自己对他这么好 他就只知道埋头吃饭 没有半点感动 小少爷吃着吃着 发现对面人的情绪不对 他决定三十六计先溜为敬 所以他放下碗筷准备开溜 可这时 爸总的手机响了 是白月光 白月光在电话里道谢 小少爷在心里叹了口气 又是那位养鱼大伙白月光啊 对不起 打扰啊 可在路过爸总身边时 突然被爸总揽入怀中 矮王白莲花不愿放弃爸总这条大鱼 小少爷打开吃瓜模式 欣慰地看着他们互动 结果爸总生气了 生气的代价就是折腾小少爷 爸总懒过要溜走的小少爷 把手机放在桌面上 打开外放键 白月光撒娇的声音 透过手机传入他们耳中 白月光解释为什么 他今天晚上会在酒吧 小少爷一听 有瓜能吃 两眼放光地看着手机 他有些期待剧情的发展 爸总一看他这个神情 心里老大不乐意 看来他是真的没把我放在心上 小少爷欣慰地看他手机 示意爸总让他快点回复白月光 他吃瓜的欣慰正浓 爸总突然抓住他的手腕 手指轻抚他的指尖 暧昧的气氛在他们之间流转 没有听到爸总的回复 白月光仍然自顾自地 说着一些让人误会的话 他告诉爸总 他有一个在乎很久的人 那个人对他也很好 可是现在 那个人好像喜欢上别人了 他再也不属于他了 小少爷一听他这话 就知道他说的那个人是爸总 爸总口中让他继续说 手下却把小少爷 轻轻地放倒在沙发上 白月光听到爸总的声音 内心洋洋自得 看 庭川哥果然还是在乎我的 然后他告诉爸总 自己明天回开回国宴 希望他能带着小嫂子一起出席 爸总看着手下的小少爷 无心分心 他轻描淡写了一句知道了 就挂断电话 他皱着眉不悦地盯着小少爷 你就这么好奇这通电话吗 别的男人打电话找你老公 你不但不吃醋 还当笑话来看 小少爷听他这话 立刻知道要糟 果然爸总不听他的解释 用实际行动让他受到惩罚 从没见过这么惨的妇人格 总是在事后回归 面对小少爷身上的痕迹 只能乱吃飞醋 爸总不想听他的解释 用实际行动让他受到惩罚 一晚上 他被狼追着咬 无论他怎么躲都躲不过 一觉醒来 主人格换成了妇人格 看着自己躺在主卧 妇人格有些惊诧 自己不是在客房吗 怎么会在这里 随后低头看着怀中的小少爷 更是恶然 自己难道是梦游过来的吗 怎么会把他抱在怀中 哪知不经意一瞥 看到地上的一片狼藉 他更是心里咯噔一下 这难道都是自己 昨晚用过的吗 为什么自己一点印象都没有 小少爷醒来后发现 妇人格回归 暗叹一声噪孽 随后整个人 都被妇人格揽入怀中 听着妇人格的道歉 他的身体感到 一阵热一阵冷十分不适 他脸上不正常的红韵 被妇人格看在眼中 手掌碰触着小少爷的身体 滚烫的温度 灼伤了他的手 他贴心地熬了药给小少爷 小少爷怕苦 不愿意喝 一边揉着自己朦胧的眼睛 一边抱怨 都怪你 如果不是你 我也不会发烧 妇人格一边道歉 一边把药放入自己口中 都怪我下次不会了 我陪洛洛一起苦 小少爷看着他的举动 心中异常触动 这妇人格还挺好的 不但会照顾人 还会耐心哄他喝药 这一刻 他在妇人格的身上 感受到了幸福 他好想一直被他搂在怀中 小少爷喝了口药 药汁的苦味弥漫整个口腔 他难以下咽 他对妇人格说 你没生病 喝药也没用 妇人格眼睛紧紧盯着他 眼中的身情清晰可见 看你难受就和我生病是一样的 小少爷被聊得脸红心跳 心中大呼 妇人格也太会了 他捧七碗 咕咚咕咚地喝了起来 片刻时间 一碗要下肚 妇人格揉了揉他的脑袋夸赞 洛洛真是太棒了 然后他把小少爷 轻轻地放在被褥里 让他再休息一下 看着小少爷的熟睡的脸 眸中乌云密布 无论如何 他都要找到那个尖夫 感动他的人 不想活了 决第三尺找尖夫 没想到尖夫竟是我自己 妇人格在小少爷面前表现的温柔体贴 可在背地里却找人调查小少爷 妒忌烧红了他的眼 他是要找出尖夫 侦探所把监控发给妇人格 说在监控中没有发现任何不对的地方 妇人格只觉得那尖夫藏得很深 但是 就算决第三尺 他也要把那人找出来 小少爷再次睁开眼睛 映入眼帘的依然是那个温柔体贴的妇人格 看他穿得这么正式 他抬起烧红的脸 问妇人格要去干什么 妇人格说自己要去公司 这时 小少爷才想起来 他忘了 主人格和妇人格的记忆是不互同的 那么妇人格也忘了白糖约他的这件事 他告诉妇人格今晚要一起去参加白糖的回国宴 妇人格嘴上关切被指 眼神却瞬间透着冷意 那白糖在圈里边是出了名的会勾引人 他是怎么跟小少爷认识的 刚来到白家庄园 白糖就急忙上来迎接 当看到他和小少爷壮衣了时 微微一笑 没想到我们还挺有缘的 连衣服都是一样的 小少爷一看他的衣服 就知道绿茶白月光要搞事了 自己定制衣服的事 如果他不是提前准备 怎么会一模一样 绿茶白月光轻易地挽着小少爷的胳膊 告诉妇人格 自己的父亲已经等他很久了 要他快去 小少爷这边他会照顾 妇人格心中怒火中烧 在他看来 这白糖是故意和洛洛穿情绿装 现在还要把他支走 想和小少爷独处 所以他强势地拽回小少爷 冷冷道 不用了 他和我一起去 白糖万万没想到会是这样的走势 随后又见妇人格上下打量了他一下 冷冷地提醒他回去换件衣服 你穿这件衣服太俗气了 妇人格不识白月光 看到白月光和小少爷亲密的举动 心中怒火中烧 嘴上毫不留情 他不明白小少爷为什么喜欢白糖 他又矮又做又俗气 他到底看上他什么了 小少爷微微一愣 赶紧对天发誓 我只喜欢你啊 狗才喜欢他呢 妇人格被取悦到 高兴地扯了扯他的脸颊 侍女看到白糖换下 特地从国外买回来的衣服 不明所以 本指着这件衣服 今天晚上咽压小少爷 可为何现在要换下 白月光的毛子中闪着恶意 和那见人穿一样的衣服 拉低了我的品位 李家二公子看到白月光换了衣服 问他为何换下自己送给他的衣服 侍女极有眼色的挑拨是非 少爷本来已经穿上了 怎么能放过他呢 他怒气冲冲地转身 就去找小少爷出去 白糖看着镜中的自己 扶了扶胸前的胸针 兴致勃勃地准备看好戏 花糖的池塘边 小少爷无聊地喂着鱼食 想着心事 李二少怒气冲冲而来 小少爷听到脚步声 以为是妇人格回来了 没想到下一秒就听到质问 你是不是江洛洛 小少爷疑惑地转过头去 是啊 你找我 李二少没想到 江洛洛长得这么漂亮 瞬间红了脸颊 心脏怦怦直跳 眼狗的世界就是这么好懂 就在上一刻 心越白越光的李二少 这一刻 掉进了小少爷颜坑 他甲壳两声 紧张地说自己只是问问 小少爷转过头去 继续喂食 李二少则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地看着小少爷 小少爷疑惑极了 难不成这人找他有事 李二少的心跳不受控制 他就想离这个人近一点 小少爷见他不说话转身就走 又突然被李二少叫住 原来这李二少是为了提醒他 现在先不要进去 等到副总出来之后再一起进 不然会有人故意针对他 小少爷一听 也遇到 难不成你也是过来挤对我的 李二少瞬间有种被看破的尴尬感 连连白手 我不是我只是恰巧遇见你 他的眼神飘忽 不敢看着小少爷 他向小少爷介绍了自己 想有机会和他一起玩 小少爷一听他的名字 立刻想起听系统说过 李二少家是做房地产的 但是白糖一直看不起他 他却被白糖的茶医吸引 忠心耿耿地坐他身边的一条舔狗 海王白月光派出舔狗针对小少爷 没想到舔狗临阵倒戈 不但舔着脸提醒小少爷会有人针对他 在小少爷遇难时挺身而出 李二少为小少爷挡下喷来的水 小少爷看得目瞪口呆 他完全没想到只见一次的男人 会护着自己 他看了眼里二公子裸露在外的手臂 心中黑黑一笑 没想到这出了名的舔狗还挺好玩的 西装里面竟然穿了件无袖衬衫 他感激李二公子为他挺身而出 两人相谈甚欢 这时白月光出现 却被李二公子躲开 这时的李二公子才看清白月光的本质 自己追求他这么久 他居然利用我去害别人 临走前 他再次提醒小少爷别忘了他刚才说过的话 白月光看他们突然熟络起来 心中度恨 难道这李二公子是打算换主人了吗 他又热情地要带小少爷进去品酒 小少爷哪里不知道他要搞事情 他才没这么傻去自投罗网呢 白月光眼见无法撼动小少爷改变想法 他的眼神瞬间变了 他冷冷一笑 敬酒不吃吃罚酒 你以为自己是谁 还真把自己当少爷了 小少爷可不惯着他 一声嬉笑 白糖 你勾搭了几个男人还需要我一个一个数吗 你凭什么觉得自己高贵 就因为你的顾客更大方 更有钱 更捧着你吗 白糖完全没想到自己会被小少爷如此贬低 他漂亮的脸蛋瞬间扭曲起来 他要让傅廷川抛弃小少爷 这时他听到身后的脚步声 白月光知道是傅廷川来了 他突然伸手去推小少爷 小少爷一个闪躲 白月光却掉下池塘 小少爷看着池塘里的白月光傻眼了 他终于回来了 他语音哽咽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 傅廷格慢慢走近 正在白月光以为小少爷肯定要被抛弃时 傅廷格把小少爷紧紧地搂进怀中 落落 没吓到吧 白月光难以置信地看着岸上的那人 这怎么可能 大总跟网友学养金丝雀 还让小少爷亲手给他编手练促进感情 大总见小少爷真的生气了 便想着法逗他开心 他告诉小少爷 不管你喜欢海警房 还是法拉利 只要你开心 我都送给你 小少爷听到房车 他告诉霸总自己的决定 霸总面上笑嘻嘻 心里却格外不悦 一辆车就哄开心了 看来他只在乎我的钱 第二天中午 小少爷正准备去霸总公司给他送饭 半路系统突然出现 小少爷问他为何最近都联系不上 系统抱怨道 最近主脑一直在出故障 我也一直在检修中 他检测好感度时 竟然发现主人格的好感度涨到了60 而富人格已经涨到了70 小少爷咬着薯片 一起富人格的温柔 系统在下线前提醒小少爷 傅廷川的人格分裂后 可能会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 让他多留意 霸总正在看股票 小少爷拿着石盒给他送饭 放下石盒 小少爷看着手机中主播卖的新款手机壳 立刻下单买了五个 霸总看他拿自己的钱买别的男人的货 心里格外不爽 更加认定小少爷是为了他的钱 打开石盒各色菜肴看起来分外美味 霸总摇起一大勺米饭 递给小少爷 要亲自喂他吃饭 小少爷不知道他这是什么怪癖 好端端的突然喂饭 他刚张嘴吃下就听霸总在耳边问 第一次被人喂饭 有没有一点心动 小少爷满脸疑惑 但是还是回道 我怀疑你想噎死我 霸总笑容满面 怎么会呢 老公爱你还来不及 他一边搅一边看霸总的电脑桌面 突然发现在股票的左下角有一个小小的窗口 上面的问题是 如何圈养金丝雀 网友回复的第一条 就是为他吃饭 让他感受到满满的爱意 小少爷心中恶然 这是什么人写的文章 简直是误人子弟 这是助理小刘拿着文件让霸总签字 露出手腕上红色手链 霸总感兴趣的问他手链在哪里买的 小刘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告诉霸总 这是女朋友亲手编的 说是她的本命年可以挡杀 霸总伸出手 让小少爷看他空空的手腕 叫他回去也编一个